隋阳帝想要建立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业 在他北出西巡之后 决定率领百余万大军东征 那么隋阳帝的这次愈驾亲征 究竟具有怎样的与众不同之处呢 胜泉在窝的战场又是如何风云突变的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记蒙曼副教授 全面解读隋阳帝的悲剧人生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下部第十五集 高调中生 隋阳帝创造了自汉武帝以来几百年未有过的富强局面 也让隋朝迅速达到了鼎盛阶段 在北西南三个方向几乎都已经臣服 只有东方还未臣服 于是隋阳帝把目光又投向了东方 在经过四年多的精心准备之后 隋阳帝亲自踏上了东征之路 那么隋阳帝为东征做了哪集准备呢 东征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记蒙曼副教授 全面解读隋阳帝的悲剧人生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下部第十五集 高调东征 咱们都知道一句话 叫做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首先就得是后勤认为 在任何时候打仗之前 后勤问题都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大业四年的元月份 隋阳帝就颁布诏令 蒸发河北驻郡男女百万人 来修建永济区 永济区是从哪到哪 南边从洛阳开始 北边一直修到卓郡 就是今天的北京城 这条运河直接就是为了东征而修的 这条运河一开通 隋阳帝就可以通过水路 把这个冰啊 粮啊 一直运到卓郡了 再以卓郡 北京这个地方 作为基地东征 那就容易多了 这是第一条准备 就是运河方面的准备 第二项准备是什么呀 第二项准备是造船 既然打算依靠运河来运兵运粮 那就需要解决船只的问题了 大业七年的二月份 隋阳帝就下令征调民俘 在东来海口 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半岛这修建三百艘大船 而且这三百艘大船必须在一个月之内修好 这个工程量就太大了 这么急的工期 这么重的任务 民俘就只好在监工的皮边之下昼夜干工 这是非常惨的 因为我们知道修船是在水里修的 这些民俘他们腰以下都泡在水里 根据史书记载 最后腰以下都升驱了 等到一个月之后船造好的时候 民俘已经死去了十分之三次了 就这样付出了这么巨大代价之后 第二个准备 造船也准备好了 第三项准备是什么 第三项准备是征兵 怎么征 隋阳帝这次征兵规模特别大 简直可以说是扫地为兵 首先全国所有的常规兵源 都集结到卓郡来 这是常规士兵 另外他还要再征掉一些特种兵 什么是特种兵 根据资质通鉴的记载 相比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 弩手三万人 令南台腊手三万人 水手我们知道 那划船的 弩手我们也知道 弩是一种强弓 它这个作战能力比一般的弓要强 台腊手是什么 台腊手实际上是使长枪的 就是使那种杖八蛇毛 《三国演义》里张飞那武器的 台腊手是长枪可以适合相对远距离作战 当时也是一个重型武器 杀伤力比较强 这些是特种兵 好 常规部队和特种兵都准备好了 第四项准备工作 准备什么 准备军需物资 富翔帝就在大业七年下令 让河南淮南和江南的老百姓 制造荣车五万辆都送到高阳 就是今天河北的高阳县来 荣车五万辆干嘛的 那是给士兵运送衣服呀 资装啊 这个武器呀 这一类的 那另外呢 孙杨帝还蒸发江淮以南的民夫 让他们带上船只 把几大棺仓里的粮食都运到卓郡来 这么大规模的战备工作呀 一共动用了多少人呢 根据资质封建的记载 当时奔走在路上的之前民夫 就达到了好几十万人 就经过这么一年紧锣密鼓 不计成本的折腾 到大业八年正月初一 各项准备工作终于就去了 从全国调集来的大军就齐己卓郡 一共多少人 一共是113万多人 当时号称200万 按照孙杨帝的这个诏书里的说法 他这200万军队要分成左右两亿 每一亿是12军 也就是一共24路大军 那除了把这24路大军都宣布之外呢 他还把24支军队的进军路线给宣布了 比方说左一路军走楼芳道 左二路军走长层道 右一路军走年禅道 右二路军走寒兹道 等等等等 反正24路大军的进军路线都公布的清清楚楚 这不该公布吧 那还有呢 孙杨帝啊 他又顺带着把军队翻号也给公布了 我们知道翻号是军事秘密啊 这个某师某团 现在我们都是这样讲的 孙杨帝不是这样 他怎么样呢 他要求啊 每路大军 每一个人必须在衣服领子上缝一个军纪带 军纪带是什么东西 军纪带其实是一个布条子 长一尺五寸 宽两寸 挺长的一块布呢 上面写什么呢 上面就写你所在军队的番号 省得谁走丢了走乱了 一看这个番号清清楚楚 归队容易啊 那另外他不是御驾亲征吗 不仅皇帝本人要去 文武百官他也得带着呀 那带着文武百官 就不能按原来三省六部这个建制了 他把手底下的文武百官 都让他们分别隶属于所谓天子六军 那天子六军呢 内外前后左右 那每一个官员也得系上这么一条军纪带 写上你是属于内军呢 还是属于外军呢 就这样一百多万官兵啊 每个人隶属的番号都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敌人要看不懂才怪 这不是故意泄露军事机密吗 这还办啊 更要命的是隋阳帝的出征方式 那我们都知道兵贵神速 兵贵机密 如果谁要是想打敌人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就摸到敌人营下 那是最容易一举成功的 可是呢 隋阳帝他不是这样想的 他也不是这样干的 他是怎么做的呀 隋阳帝的出征方略啊 是日遣异军 将去四十里 连营渐进 什么意思 每一天出发一支军队 每两支军队之间相隔四十里 一天一天的这样走 那我们知道了 不是二十四路大军吗 这二十四路大军出发就要用二十四天吧 二十四路大军之外 不是还有天子六军吗 这又加上六天了 另外接着不是还有资众部队吗 那再出发又得用若干天 总之啊 他的所有部队出征完毕 一共用了多久 整整四十天时间 那你想 敌人情报再烂 他这个反应再迟钝 你用四十天时间告诉他 他也应该知道了吧 这就是一大失误 这还不算 关键一来 这样部队不就又形成了一字长蛇阵了吗 首尾相隔一千多里啊 别说是互为犄角 互相帮忙 前面出什么事 后面知道都不知道啊 所以虽然是一百多万大军 号称二百万 但是战斗力已经大大折扣了 这还不算 还有比这更荒唐的 什么事呢 隋阳帝的军队里 不光有一班的战斗人员 他还有各类咸杂人等 什么咸杂人等 有四类咸杂人员随军出发了 第一类 阅队 隋阳帝呢 随着军队带了一支军阅队 而且军队的装备特别齐全 什么针啊 鼓啊 销啊 笛子啊 应有尽有 战场打完仗之后 还可以搞一个文艺演出 这是一类 那第二类咸杂人员是什么呢 宗教职业者 就像每次出巡一样 隋阳帝带了大量的和尚道士 尼姑女冠 反正是打完仗再做一场法事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类咸杂人等 女眷 隋阳帝御驾亲征嘛 自己把后宫里的妃子和宫女都带上 这还不算 他还鼓励大臣也带家属 那这样一来啊 好多女眷又出现在行军队伍之中了 这是第三类 第四类咸杂人等 什么的 外国使节啊 我们不是讲过大业六年 隋阳帝把好多西域小国的使者和君主都带到中原来了吗 其中有一些人就干脆没有回去 一直跟着呢 比方说啊 这个高昌王啊 衣吾的土屯舍呀 土一屯的太子啊 包括西出西突厥的处罗克汗呢 当时都跟在隋阳帝身边 那现在隋阳帝讲了啊 打仗 你们也随军观战吧 好进一步感受一下我们大隋的威风 进一步增强一下你们追随大隋的信心和决心 这些人又都带上了 那你想有这么多闲杂人等 这军队还哪有什么纪律和秘密可言呢 好 那这样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啊 就以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出发了 这哪是去打仗啊 这就是参加加年华去了 这样的出征方式 失败是在所谈免的 高调出征的隋阳帝 最终丢下了三十多万将士的尸体 杀鱼而归 面对上上下下低迷的情绪 隋阳帝如果平质的话 就应该先安住一下 遭受重创的反击 然后握心肠胆 等到实际成熟再出大事 然而隋阳帝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迫不及待地发动了第二次军阵 那么这次军阵 隋阳帝能够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 说实话 第一次军阵失败 隋阳帝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而且还当着那么多国际友人的面 那不是太丢面子了 隋阳帝是一个骄傲自负的皇帝 这个面子他觉得无论如何得搬回来 而且越快越好 否则在国际国内两方面 似乎都难以交代 所以他觉得这个仗必须要打 而且越快这面子就越大 那么这一次御驾亲征 胜算的可能有多大 应该说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这一次亲征跟上一次相比 多了两个有利条件 哪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个有利条件 隋阳帝他本人学乖了 不再瞎指挥了 而且宣布啊 听驻将便宜从事 驻将可以根据战机自行决定自己的安排了 可以降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了 一句话 他忠于摆正心态 不再想什么圣天子出征 有征无战了 而是真把这个仗当仗罢了 这不就有利于调动将领的积极性了 第二个有利条件是这次出征 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所提高 怎么提高的呢 隋朝在原有的府兵之外 又增加了一支新的军队 这支新的军队名字叫做萧果 萧果是怎么回事 萧果字面意思就是骁勇国干 那为什么这些人就能骁勇国干 因为这支新的军队它是招募来的 所有的萧果战士都是志愿兵 这就和府兵有本质区别了 府兵是怎么来的 我们前面讲过府兵是真外的呀 那是扫地围兵啊 你想参军也得参军 你不想参军还得参军 因此好多府兵是不情不愿走上战场的 那这样的人战斗力怎么可能强呢 但是萧果就不一样了 萧果都是自愿报名参军的 都是那些渴望通过战争来建功立业的人 那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嘛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嘛 喜欢打仗的人去打仗 那么战斗力当然会强很多了 那另外呢 为了保证这个萧果兵员的素质 隋煌帝还特地提高了萧果的待遇 不仅免除萧果家庭的全部复业 而且呢 规定萧果隶属于直接护卫皇帝的那个左右备身府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萧果就是皇帝的亲兵侍卫啊 这一点可太有刺激作用了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宰相门房七品官啊 跟着宰相尚且身份高 容易进步 那何况是跟着皇上呢 那进步得多快呀 所以呀 一有了这么一项政策 好多富家子弟 英雄豪杰都纷纷樱目 那萧果之中 一时也是人才济济 杨玄感是何许人 他可不是我们一般想的 就喜欢造反的那些 蜀窃狗盗之辈呀 相反 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大贵族 而且是三好生啊 哪三好 第一好 出身好 杨玄感是什么 他就是我们前面屡屡提到的 那个大名鼎鼎的杨肃的长子 杨肃是什么人啊 杨肃那可不光是官隆贵族集团成员 他还是楚国公 是司徒 是上书令 是整个隋朝官位最高的大臣 那因此他的长子杨玄感 也就是当时第一等的贵公子 这样的出身 本身就意味着号召力 这是第一好 第二好是什么 第二好是能力好 杨玄感有什么能力 他跟他爸爸杨肃一样 那是运文运武 按照词书杨玄感传的说法 就是骁勇变骑射 好读书 从小就非常的勇敢 而且攻马贤熟 还喜好读书 这可都是当事人特别认可的素质 那除了有这样的基本素质之外 杨玄感这个人个人能力还特别的强 我们举一个例子 杨玄感最初当官的时候呢 是担任这个颖州次使 那时候他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 又是空降干部 所以颖州当地官员呢 就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 就等着看他笑话 那么杨玄感上任之后怎么办呢 他不急不躁 不先去处理任何问题 而是先派了一些耳目到民间去打探情况去了 把他手下官员的那些德行能力 乃至贪污受贿情况都了解个一清二楚 这才分别找他们谈话布置工作 那一谈话 这些手下官员就发现了 怎么自己的隐私都被杨玄感弄得一清二楚了 你的把柄都抓在人家手里 还跟人家叫什么劲呢 所以啊 谁也不敢跟他叫板 工作相当成功 这叫什么 这叫后发制 这是第二个好处 能力好 那第三个好是什么 风度好 我们原来就讲过杨肃是美男子 当年平臣战争的时候 他站在船头 江南人都以为是江臣将领了 那杨玄感跟他爸爸杨肃是一个母子拖出来的 也是长得高大威猛 威猛 美然飘飘 这不就是当时人们羡慕的风度吗 不过我们讲杨玄感风度好 可绝不是光说他长相好 更重要的是他带人接物的这个态度好 怎么带人接物 按照史书的记载 杨玄感性虽焦居 而爱重文学 四海知名之士 多屈其 什么意思 虽然自己出身高贵 平常跟同僚也好 跟上司也好 还显得挺骄傲的样子 但是唯独对那些 以文学才华知名的那些名士 非常的客气 这叫什么 这叫李贤下士 李贤下士这个名声一传开 跟他交往的英雄豪杰就越来越多了 那杨玄感的社会声望 也是与日俱增 那因为有这么多好处 杨玄感的仕途 其实还是相当顺利的 在隋文帝一朝 他已经做到了勋官驻国 驻国是几品勋官 二品 当时他爸爸杨肃官居 尚书又普业 也是二品官 所以到大朝会的时候 父子两个人排班 都在同一排站着 这是荣耀 但是有些人觉得 这儿子跟爸爸站到一块 这有点不合适 谁这么想 隋文帝就这样想 我们讲过 隋文帝这个人最讲孝道 他总觉得 儿子跟爸爸站一台 尤为孝道 怎么办 那不能把爸爸降级 就把儿子降级了 就把杨玄感降了一级 让他到三品官的序列里排班去 那面对隋文帝这样的安排 杨玄感怎么表态 说实在的 如果是眼皮子浅的那种人 那都要生气了 我本来是二品官 你让我到三品人去站队 这不行 那人家杨玄感怎么表态 杨玄感是赶紧拜谢 跪下来谢皇帝 说呀 服役陛下宠臣之慎 许以公平 获债诸敬 我没想到 陛下宠爱我到这个程度 能够让我在朝廷里 还表现出 对我爸爸的恭敬之 这不一下子 就说到隋文帝的心孩里去了 所以隋文帝对杨玄感 也是另眼相看 那隋文帝对他不错 隋杨玄也没亏待他 大业初年杨玄 杨素不就是因病去世了吗 杨玄感就以长子的身份 席爵楚国公 很快就做到了礼部尚书 礼部尚书 这属于八座之一 是非常有权力的官职 那这样看来 杨玄感这个人 要官有官 要职有职 要爵有爵 要名有名 幸福指数应该是相当高的 那按照我们一般道理来讲 这样的人最应该忠君爱国 与国休息了 他怎么还要造反呢 说起来杨玄感造反呢 那可绝对不是临时起义 那应该叫做蓄谋已久 从什么时候 他开始有造反这个想法呢 从他爸爸杨素去世就开始了 为什么他爸爸一去世 他就想造反呢 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他觉得呀 随阳帝对他 那是有杀户之后 随阳帝和杨素之间的关系 我们前面讲过 杨素为随阳帝当皇帝 包括保皇帝之位 都立过大功 那功高震主嘛 难免就受到了 这个随阳帝的猜忌 正好杨素当时不是生病吗 这个随阳帝呢 就天天派御医探望 做出一副猴急的样子 就盼着这个老大臣早点死 杨素看见皇帝这么急不可耐 怎么办呢 那不是也只好长叹一声 跟弟弟讲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从此呢 就不再吃药 不是主动病死了 那杨素死之后 随阳帝还是不放心呢 又找了一个茬 把他弟弟杨约也给免职了 杨约也因此郁郁而终 我们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是说呀 别看杨素兄弟之死不是随阳帝 直接造成的 但是都跟随阳帝脱不了干系 那这些事情杨玄感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当年爸爸也好 叔叔也好 都为随阳帝卖力 可以说是但经节律 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这真是让他伤透了心 这也罢了 更要命的是杨素葬礼之后 随阳帝不是衣不留神说了一句话吗 他说什么呀 他说史素不死 终当遗族 如果杨素不在这时候死的话 我一定念他救助 那这句话后来就传到杨玄干二哥里 他听了之后心情就更复杂了 看来随阳帝不光是对杨素一个人不放心 这等于说对他们全家都不放心 那全家也包括他本人 本来就一个杀父之仇 现在又增加了什么呀 增加了切身厉害 所以这杨玄感跟随阳帝就有不共戴天的感觉 这是第一个理由 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 第二个理由杨玄感也有个人野心 我们刚刚讲过杨玄感出身于关龙贵族集团 在他看来他爸爸杨素掌权那么多年 那使门生故隶变天下呀 自己呢也是一直招贤那世人气十足 这不都是政治资本吗 那既然有这样的政治资本 有人拥戴 那胭脂这天子的位置 不会有一天轮到他头上 那想到这里呀 这个杨玄感又增加了几分 所谓彼可取而代之 这样的豪情壮志 所以说呢 杨玄感其实是早有反心的 总想找个机会把这随阳帝给干掉 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个人物 李密 李密 李密是何许人 李密和杨玄感一样也是关龙贵族集团出身 李密的太爷爷叫李毕嘛 是当年西魏北州的八大驻国之一 比隋阳帝他爷爷杨忠还有面子吗 杨忠当时不是大将军吗 人家李密的太爷爷李毕是驻国 那刚才我们讲了隋阳帝在那说 将门有将 相门有相 这句话放在李密身上也是一点错没有 李密出身好 从小也表现的不同寻常 怎么个不同寻常呢 新唐书李密传记载了一个故事 说李密很年轻的时候 就是十几岁少年人的时候 曾经当过太子府的素卫武官 那时候太子是谁 那时候太子就是后来的隋阳帝杨广 那有一天呢 这个太子杨广经过素卫武官李密身边就不经意的看了他一眼 就这一眼就让杨广打了个机灵 为什么呀 这李密长得是俄锐脚方 童子黑白明彻 什么意思 天平饱满 冷角分明 尤其是一双眼睛 长得是黑是黑 白是白 黑白分明 而且呢 像水一样清澈 当然 也像水一样 闪着寒光 这双眼睛给杨广的印象太深了 回去之后 他马上把自己宠信的那个宇文树给叫到身边来了 就跟他讲 我的左边的帐下呀 有一个小个子 脸长得挺黑的 尤其是一双眼睛黑白分明 积了咕噜乱转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宇文树一听说 我知道这个人呢 名字叫做李密 是八大驻国李毕之后 现在席角蒲山巨宫 那杨广一听说 好了 这个小子呀 不是好人 眼睛老乱转 我看他心里就发毛 以后你不要让他给我宿位 这事情是不是真的 这事情记载在新唐书里面 看起来像是真的 但大家有没有感觉 他特别像曹操当年的故事 曹操不是也是吗 自己躲在帐下 然后别人一看 说这个人金光四射 保证是大人 我觉得李密这个故事太像曹操了 有可能不是真的 暂时不管怎么说 真假我们可以暂且不论 反正我们能够看出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就是修实者想要说明 这李密从小就与众不同 但是从小与众不同好不好 至少当时没给他带来好处 反而因为这与众不同 不讨领导喜欢了 那不讨领导喜欢怎么办了 李密索性辞职回家念书去了 而且就是因为回家念书 他得以结识了央选感 这怎么回事 李密回家之后 按照史书记载 就拜了当时一个著名的学者 叫包凯 跟包凯老师学习史记和汉书 那有一天 李密又骑着家里的那头黄牛 到包凯老师家里去请教去了 那我们都知道黄牛走得很慢 而且一会儿就吃吃草 一会儿喝喝水什么的 这个路上耽误的功夫太大 李密觉得这很浪费时间 怎么办呢 就在牛角上挂了一只书 边走边看 庞若无人 那正在他边走边看 庞若无人的时候 杨玄感的爸爸宰相杨素路过 一看这个年轻人骑在牛背上 悠然自得 看书看得如此入神 不由得心深感慨 就问他 说何书生秦如此 你是哪来的书生 你怎么这么勤奋 那李密回头一看 认识 谁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宰相杨素 赶紧下拜 然后把自己的书生说了一下 那杨素一听 原来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子弟 那就又问他了 你读的是什么书 李密就回答他 项羽传 项羽是什么人 项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英雄豪杰 一个对古代英雄豪杰感兴趣的人 应该也不是一般人 所以杨素一听这个答案 对这个李密的兴趣更加浓厚起来了 就跟他聊了好久 越聊越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寻常 回去之后就跟自己的儿子杨玄感讲了 五官密实度 非若等倍 什么意思 我看这个李密的见识和气度 不是你们这些人能比 这就是中国古代很著名的 牛角挂叔的故事 那这个杨玄感 一向对爸爸还是非常尊重的 而且他也是以虚怀弱骨 乐于结交天下英雄豪杰著称 一听爸爸这么赞美李密 他马上就去和李密结交去了 而且是倾心结交 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好到什么程度 按照当时的说法 就是文景交 就是割头换命的好兄弟 杨玄感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他知道自己在用兵方略方面不如李密 所以刚刚一决定起兵 他第一时间就派人到大兴城去迎接李密去 李密也是一个慷慨有大志的人 早就不耐烦过那种平静如水的日子了 现在眼看着隋杨帝瞎折腾有点天下大乱的态势 他又出身关隆贵族集团 也是跃跃欲试 现在好朋友杨玄感居然挑头造反 李密是兴奋莫名 二话不说就跟着来加盟来了 现在杨玄感起兵了 在关键时刻李密刚好赶到 军师来了 这是戏从天降 那军情紧急也没有寒暄的必要了 这杨玄感见到李密之后就直奔助提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紫长以纪物为己任 今其实已即将安徒 你整天号称要以天下为己任 要旧世纪民 现在时纪到了 你倒是来跟我分析一下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问这李密 那李密怎么回答的 李密是这样说的 他说呀 天子书征远在辽外 去幽州游阁千里 南有巨海 北有强湖 中间一道 礼籍兼为 供拥兵出其不义 长驱入计 据淋鱼之险 恶其咽喉 归路即绝 高丽闻之 必设其后 不过寻月 资粮接近 其众不祥则愧 可不战而寝 此上纪 什么意思 李密说呀 现在呢 主上 玄军在外 他得回来 回来呢 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淋鱼关 所以 我为你筹划 你现在最好的方略 就是直奔济州 就直奔北京这一带 你恶守在这里 不就切断了隋扬帝 回来的退路了吗 那么隋扬帝这 前面有你杨玄杆 在那阻挡着他呢 再加上他没有粮食吃 不出十天半个月 他的士兵必然自愧 他到时候自动就向我们投降 你不费一兵一卒 就能把他拿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上策 我推荐你选择这个方案 杨玄杆怎么反应 杨玄杆迟疑了半天 迟疑了之后呢 他说了一句话 更言其次 你再告诉告诉我 比这个差一点的那个方略 应该是怎么样的呀 阿里密一听说差一点的方略呀 在天府之国 虽有魏文生不足为义 今率众故行而息 京城务工 直取长安 收其豪杰 扶其世民 巨献而守之 天子虽还 诗其根本 可徐徒也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不选择 我说那个上策的话 你就应该率领大军 直扑大星城 占据关中地区 把隋杨帝的老巢给他断掉 这样一来呢 就算是隋杨帝回来了 也是有家难归 那我们就可以聚守关中和他周旋了 这也是可以赢的 这是中策 那听了这个中策之后 杨宣感什么反 杨宣感又沉吟了半天 然后又说了这句话 更言其词 你再说说看 还有没有比这个再稍差一点的方略呀 李律说有啊 简精锐 昼夜被盗 习取东都 以号令四方 但恐唐一告之 先以固守 若隐兵攻之 百日不克 天下之兵四面而至 非仆 所知也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不考虑我说的那个中策的话 那我劝你赶紧是昼夜兼行 习取洛阳 大张旗鼓的造反了 有人已经从你这逃出去 到洛阳报信了 因此我猜洛阳现在很可能是有准备的 那一旦洛阳有了准备 他这个城池多坚固啊 你可就不好打了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打下来的话 隋阳帝就会有时间组织全国各路军马来围剿你 到时候可就胜负难料了 说是胜负难料 其实是什么意思 你胜的可能性少 败的可能性多呀 因此呢 李密讲这是下策 就这样啊 因为杨玄感一问 李密给他出了三个方略 方略 李密三策 那大家觉得李密这三策怎么样 真是从大局着眼 高屋建林把这战争形势分析的特别的透彻 兵书没有白念 那么作为主帅的杨玄感到底会选择哪种方案呢 请看下集 杨玄感起兵之后 虽然在战场上连连而胜 队伍迅速发展到十万人 甚至还有不少贵族和高管子弟都敢来投靠 但却在短短的两个月后 罗德兵他们这戏剧性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杨玄感为什么从一胡百一胡 突然走向了一败涂地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全面解读隋扬帝的悲剧人生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下腹 第十六集 玄感败亡